女人忽然发现自己来到一个恐怖的地方 眼前这些女人居然都被关在笼子里 而且很多人分明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 时间回到一个小时前 露西被狮鬼用枪指着直接迈到了这个地方 可就在她一步步走入这里后 狮鬼却忽然像犯病一样直接晕倒 而露西一进来就被吓了一跳 露西连忙自称是来找爸爸的 并求对方放了自己 机器人却忽然发现了露西的断纸 却忽然开口要给露西处理一下 露西顿时懵了 没想到眼前的机器人还挺好 紧接着机器人让她躺在手术台上 而后拉开抽屉 而里面赫然是一堆断纸 她随便加出一个无名纸 而后直接往露西手上一接 只见在机器人的激光灼烧下断纸直接被接好 下一刻露西轻轻动了一下手指 只见这根刚刚接好的指头就如同原生一样灵活 露西连忙道谢 还说对比起来外面那个人对自己太粗鲁了 不光往自己脖子上套皮带 甚至还诱导自己喝下根尿一样的水 刚才她甚至怀疑自己被卖到这里是要挖器官 却不料机器人直接说就是这样 露西顿时愣住了 可是机器人却没有给她反应的时间 不知过去多久之后 露西在推车上缓缓苏醒 可是一睁眼她却看到眼前无数被困在笼子里的女人 而她们的眼睛却都充满呆滞 看起来似乎毫无生气 紧接着露西被机器人带到了两个男人身边 而男人也对露西很是满意 还说马上摘她身上的东西就好 紧接着露西就被机器人推着经过一个恐怖的走廊 然后机器人带她进入一个手术室 下一刻她举起了自己的一个轮子 而那赫然是一个锋利的齿轮 下一刻齿轮飞速旋转地靠近了露西 而机器人还安慰她 却不料就在此时露西集中生至一脚踢去 紧接着露西显至幼显地避开了齿轮切割 下一刻她直接拿起一个高压心脏挤活气 机器人顿时被电的火花四射 很快她冒着烟就躺在了地上 而露西也很快找到了脱困的办法 那是一瓶强力清洁剂 就在俩看守还在傻乎乎地看着电视时 一道声音忽然响起 眼看着露西竟然拿机器人威胁他们 两人顿时嘲讽 可是下一刻他们就笑不出来了 露西直接举起了机器人的注射管 她说自己在里面放了强力清洁剂 俩人直接妥协 没想到露西却要求还要放了其他被关押的人 眼看小命在露西手里 俩人直接暗动开关 脱困的人们连忙对着露西道谢离开 可是下一刻露西就发现 刚才看到的老妇人的门没有被打开 于是她再次转头说是所有人 俩人顿时紧张地说他们可不能放 露西却直接发威 这一刻俩人顿时耸了 却不料当门被打开 俩人却明显更加紧张 下一刻露西转头告诉他们不要害怕 可她却没看到那被打开的门上分明写着狂尸鬼 紧接着一群狂尸鬼直接冲了出来 露西顿时大惊 而俩人立马拿枪反击 却不料他们直接被发疯一般的狂尸鬼似的稀巴烂 露西懵了 可就在此刻那个老妇人竟打着摆子走了过来 看着她对自己呲牙咧嘴露西连忙威胁他们紧水不犯河水 大家各走各的阳关道就好 可是老妇人越来越近 下一刻 好在露西早就留了一手 老妇人顿时被放倒 而当露西再次见到阳光 却看到了晕倒的石石鬼光头 显然她明白了光头的状况 她问光头是不是不吃药就会变得疯狂 光头无力地答应 而露西却直接蹲下犹豫起来 眼下无疑是杀掉光头的最佳时机 可是她却怎么也下不了手 接着露西直接把药丢给了光头转身离开 可是她还没离开多远 却发现眼前忽然出现了一个兄弟会的T800骑士 而她现在却被无数硕大的蟑螂围困 露西当即拔刀相助 却不料当她解决完一切打开面罩 里面却近视之前就自己的小黑 露西当即问她怎么回事 小黑却告诉她自己的属下 偷走了自己的核聚变核心 而因此自己甚至控制不了机甲 于是露西连忙放她出来 却不料下一刻露西因为劳累直接晕倒 不知过去多久之后露西缓缓苏醒 却正好看到小黑将自己的机甲藏好 露西疑惑小黑为什么不呼叫兄弟会的救援 小黑却直接坦白自己本来是机甲战士的属下 在前几天的阴差阳错之下 她的上级死了 于是自己穿上机甲替代了她 可是自己却在昨天被属下识破了身份 于是自己的属下抢夺了那个人头和核聚变核心 而现在自己只有追回人头大会组织才能保证 不因为这件事被自己的组织兄弟会追杀 可是露西却忽然开口 自己有一个追踪器可以跟踪那个脑袋 而根据脑袋的定位 他们就可以找到那个属下 她帮小黑完成这件事 而当拿回脑袋后 小黑则要帮自己去救自己的爸爸 于是两人立刻达成协议 而此刻夺下小黑能源和人头的属下小白 也来到一处临时休息店 一路狂奔几十公里的她是在扛不住了 她脱下脚上的鞋子 却发现自己的脚掌已经烂到露出白骨 就在此时跟着自己主人的头的狗子却直接上嘴 小白顿时一阵烦躁 心想狗子跟着自己也不是办法 一转头她看到了一个冰柜 顿时心生一计 下一刻狗子直接被她关了进去 可她刚刚离开这里没多久 却忽然被一个男人追上 男人说她是医生 还看出来她受了伤 于是小白立刻跟着医生来到一处房屋 医生一看伤口 立刻说自己可以治疗 可是自己却需要她付出相应医药费 接着属下直接从怀里 拿出了从小黑身上抢走的核聚变核心 医生看到这个稀罕物品顿时也震惊不已 于是立刻答应给小白治疗 下一刻她从自己的箱子里面 拿出无数奇异的药水一阵勾怼 然后告诉小白说 接着她直接让她拿着喝了 却不料就在这一瓶药水喝下后 她脚上的伤口居然肉眼可见地开始愈合 小白顿时激动不已 接着她连忙问医生哪里有无线电 自己要马上跟自己组织取得联系 医生连忙回答有 不过那个地方的辐射很强 可是小白从此以后都不再需要担心辐射了 话一说完她赶快就开溜 而就在此刻恢复的诗鬼 也已经赶到小白刚才的休息地点 看着地上的新鲜血迹她知道 刚才有受伤的人经过 与此同时她听到一阵狗吠 掀开一看里面居然正是自己被丢弃在湖边的狗子 而现在她再次有了寻找那个人头的向导 与此同时小白已经通过公共电台联系了兄弟会 她成功带回了人头 而且识破了叛徒 接她的车应该很快就到 可是一转头她却看到眼前都是残肢断饼 显然这都是电台老板杀掉的 而电台老板也摇头说现在的世道不太平 就在此时老板发现了什么 小白抬头一看 没想到这居然是小黑追来了 他连忙准备战斗 却不料下一刻 露西看到这一幕顿时吃惊不已 可是即使受这么重的伤小白居然没死 于是她直接将案件拔了出来 却不料下一刻她的伤口居然奇异地开始愈合 显然她变成了诗鬼 刚才那个医生大有问题 而听到小黑的话她顿时也意识到什么 小白顿时哭丧着脸说 与此同时一道轰鸣声响起 那是兄弟会的飞机 可是小白却顿时意识到自己现在绝对不能和自己的组织兄弟会见面了 因为兄弟会见到屍鬼必杀 优优独播剧场